嘿!的家伙群友,我是阿神科,可以歡迎來到UrStudio 今天是5月14...不對不對 你很太快了 今天是5月4號,怎麼穿越時空了啊 OK好,大家有沒有發現左下角度加了一個1呢? 既然是12W17A,現在變18A囉 然後這個18A就是在5月3號昨天外國的先行...最新的先行版 然後照往常玩來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次到底更新的什麼新東西 嗯...首先第一個東西就是在說你進入遊戲的時候 然後不是會有一個小小的LOGO還是COMBON的東西嗎? 呃...之前它都會出現3秒鐘,不過現在變成1秒鐘囉 是不是有點給它小小的貼心呢? 誰會注意到啊? OK,接下來下一個東西就是這個語言的地方 呃...語言的地方就是照往常...照...晚常 照往常 嘿...晚常是什麼東西啊? 呃...新增了一些奇怪的就是沒有看過ET語言 嗚... OK好,照...晚常...晚...照...就是新增了一些新的語言 然後...呃...最... bl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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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顯示設定裡面右下角多加了一個叫做Server Texture Server Texture, Texture就是說材質包 Server就是...伺服的意思 所以以後你在玩伺服器的時候 呃...就是伺服組它可以就是...就是...弄一個它喜歡的...texture 對...然後你進去的時候你按開啟我覺得你就會變成它的材質包囉 應該是這麼回事吧 就是假如...呃...假如我以後開一個伺服器 然後大家都知道阿神最喜歡的那個材質包 就是Summer...Summer什麼東西對不對? 假如我開一個伺服器我想讓大家進來的時候都是那個Summer的對 就是非常的陽光的對...就是用那個Texture Pack 我以後就是只要我一個人做設定裡面進來 只要把這個打開之後就可以囉 不過我不會開伺服器 呵呵...OK好 然後接下來要完成 這是一個小小改版的東西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和平 OK好 呃...讓我看一下還新增了什麼東西 OK還新增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 這個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就是它把...單機世界... 變成一個小型的自己的伺服器 怎麼說呢?大家可以點進去的時候 大家就會發現等一下中間會出現登入中三分之一 是的...DM盤子登入中 就變成跟伺服器一樣啦 這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這意義就是這樣 大家可以看到伺服器你一個人在做事的時候 時間並不會暫停 所以現在單機模式的時候也是囉 像是我現在要打指令 你看...正常的話 單機打指令的話 任何的時間都會暫停 請看你的16M或17M 呃...然後按ESC它時間也不會暫停囉 大家可以看到那隻牛牛還在那邊動 不管你做任何動作 它就像伺服器一樣了 然後不能暫停 OK好...這是這一次... 嗯...這一次更新了一個比較... 就是...比較...重要的東西 接下來按F3 它裡面有新增東西 不過等一下... 有沒有...數據這邊不要高啊 我先讓我把它降 OK好...大家有沒有看到最底端有一個Ws 然後Fs還有一個G Ws就是在路上行走的速度 就是Walking Speed就是0.1 然後Fs就是在空中飛行的速度 上面是0.2...看不太到上面寫什麼 然後最後一個G就是Ground 就是假如你在地板上的話它是True 然後你在天空上的話它就變成False 好...差不多就是這樣 接下來上面那個SYZ軸 就是...它比較精簡化 之前都是很長的一頭落空一條對不對 現在它就是把它精簡化 就把它變成短短一條 OK好...這一次改版的就是... 就是那邊就是增加...就是增加這些東西 我想打個...打不出來好痛苦喔 OK好...接下來下一個改版就是在... 這是叢林嘛對不對 就是之後你再打掉這些叢林也會有機會掉出可可豆喔 可可豆是什麼東西 可可豆就是可以讓你做餅乾Cookie 它是Cookie 對...之類的東西 就是可以把它掉出可可豆 既然可可豆只能在地牢裡面找得到 然後...然後...對...就是這一次新增的東西 所以不只蘋果 就是...喔...只有在叢林樹才會掉可可豆 就是...喔...只有在叢林樹才會掉可可豆 一般的樹不會掉可可豆 對...然後...然後...接下來...這一次改版比較... 呃...重要的東西就是說... 這邊有一個...這邊有一個叫做...村民 是的...村民它終於有不同種顏色了 對...你可以召喚出不同種那個...服裝的村民 像這個...白色衣服的阿 雖然我一直很想知道他們那個...就是...真正的職業什麼 他們其實這個每一種衣服都有這種職業 像什麼...牧師阿...鐵匠阿...紫色衣服 也是村長吧 OK好...反正就是...如果它可以標示出名字的話 應該...應該會好很多 所以這應該對...就是...對...就是...製造...就是...密...密室逃脫還是... 之類什麼東西的就是...很有幫助吧 就是...對...很可愛 就是你可以用出不同顏色的...就是代表不同的NPC 之類的... OK好...就是...他們就是可以召喚出不同職業 這是我覺得這次改版裡面最大的東西 其實這次改版還沒有什麼新...沒有什麼多的東西 啊...還有一個東西...叫做熔爐 你把熔爐放上去的時候它可以燒木製用品囉 就是假如你初期的時候做了木劍 然後木產...十字稿還是什麼東西 呃...做完這些東西...就是... 剛開始...就是...弄完之後你有了十稿 大家不是把它丟掉...不然就是不小心把它撿起來...就是很煩嗎 現在東西你可以把它...拿去燃燒囉 我們看一下 我們拿...拿拿拿拿拿拿... 呃...就拿一塊雞肉來...烤好了 對...OK...對...它就是...怎麼樣... 呵呵...用石劍...做出來的...應該...風味應該不錯吧 呵...OK好...反正就是...現在木製用品就是可以燃燒囉 然後燃燒的時間...其實...應該是蠻短的 對...好像...跟...就是...木頭一模一樣 再來就是它木頭有形成不同的名字囉 就是不再其實全部都叫做木頭 像這個叫做Drunglewood 就是叢林樹的那個像這個不會唸的奇怪的術語 呵呵呵 OK就是一些什麼生木啊還是山木 我不知道是什麼唸 呵呵 對 之類的東西 嗯哼 再來就是一個比較重要的東西 就是按...其實不重要 就是我也其實不知道 有點那個東西有點...就是有點雞肋吧 對這個東西叫選擇方塊 然後它本來是叫... 它本來是那個滑鼠3 就是你左鍵是滑鼠1 右鍵是滑鼠2 中間那個滾輪就是滑鼠3喔 不過我比較喜歡把它調成Z 對 然後之後 如果你的游標對著某一個東西 然後你按下Z的時候 你就手上會自動把它變... 手上就會自動變成就是那個方塊 像...這邊 我身上有一個叢林...叢林樹的那個... 就是樹的東西 然後我寫下來像Z 手上就會變成這個 這應該是在蓋房子的時候讓你比較方便吧 或者是想... 就是你切換的時候比較方便 那麼... 這一次增加的東西... 好像...好像...好像就這樣了 是啊... 好像就這麼樣子啦 再來就是一些小BUG的...東西喔 然後這些改版的BUG 呃...這些東西應該就不用在影片裡面敘述了吧 那麼... 我們就在這個美妙的信仰... 美麗的信仰... 跟大家說掰掰囉 呵呵呵... OK好... 那...我們期待19A的出現 希望19A再改版一些更好玩的東西之類的 這樣省起來囉 那麼... 怪小孩乾脆水了 不然不顧... 不要還... 哇... 呵呵... OK好... 那麼...再見了 各位... 掰掰 拜拜